文菲走吧 随便 自打海青 在勇士见到颜飞 就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他几乎是变了所有方法 都无法打听到颜飞的联系方式 手机也因为落水 根本无法恢复数据 这天是颜飞的生日 公司同事和他的爱人 一起帮他庆祝 虽然感动 但他真有逃跑的冲动 还是努力克制住了 你知道我刚刚进去 在想什么 想着 逃跑 你真了解我 颜飞发现 最近这俩人似乎走得特别近 虽有疑惑 可他真的不在乎 因为他厌倦了 要进去啊 果然第二天醒来 又发现同事在自家过夜 他就是很烦 却没有一点嫉妒的感觉 颜飞没等到小朋友打来电话 只能去泳池碰碰运气 这才得知 教练欺负了小可爱 哪个家伙 他从来救你之后 要来骂我那个啊 我死了 颜飞 颜飞真大 教练过他一次 还等过来 你咋死你 你咋骂 我 快点 快点 海青爸爸 一直不支持他考美院 可痴呆的爷爷 却很喜欢他画画 还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 让他去画室报名 在这里 他遇见了来兼职的人体模特品军 品军对海青几乎是一见钟情 情不自禁地想靠近 想逗他开心看他笑 我这个人又不是进屋 怎么像石膏这样啊 我有呼吸的好吗 喂 你摸看 我有呼吸 我只是想让你笑一下 我刚刚在让你画的时候 确实你好专心 可是又好忧伤哦 有吗 笑一个吗 像张笑笑的不是很好吗 你要熟了吗 那我跟你快走吧 走啊 我去去吃冰 我刚刚热银线哦 就我吃一口 哎不要啦 跟下我去的你 吃一口我不会死 前来这边对门还要给你啊 下星期你还来画室吗 嗯 本来不会 那现在会 那就好 你要常常笑 像这样 对吗 这样才对啊 每天都要笑 先笑了 今天就会开心哦 好 拜拜 而严飞这边 虽然不再爱了 只希望两人能像朋友一样相处 可同居男友并不愿接受 他们的矛盾一直都在 严飞不愿和母亲出柜 宁愿听从母亲的安排相亲 你就相信你不累吗 不管累不累 行不行完 我都得去 那你就去啊 每年过年 我自己在台北吃 你也不然什么感觉 你懂吗 台北连个鬼都没有 我就只能自己 一本在家里吃泡 你要去哪 真真烦 我都会走了 顺便你 这天海青在画室并没看见平君 他真的很失望 不过还好 他在最后时刻出现了 我怎么让你失望 老师说改画进入 我也没有办法 我还是来了 我想让你失望 能说好的 我叫什么 我来了 你不是很开心吗 第一次走进海青的房间 平君很开心 也是从这天开始 平君帮助海青补习文化课 而颜飞和男友 依然身负的痛苦压抑 他们的矛盾不断升级 颜飞再一次提出分手 我一碰你手上的人 我就会放荡 我就会掉在吃 是没有 我们在楼房间 不要